海老大 大家午安 中午好 哈囉 哈嘍 麻煩酒蛋 午安 刀五集3 你們好 李貓頭 你好 哈嘍 楊潔空葉 艾拉 Eric 大家午安 阿華 午安 大家覺得我今天有哪裡不一樣嗎 呵呵 又是一個女友的問題 又是女友問題 你們覺得我今天哪裡不一樣 謝謝鋼鐵韓粉的醫用口罩 哈嘍塔瓦哥 午安 謝謝鋼鐵韓粉的醫用口罩 午安 宏偉空葉 謝謝鋼鐵韓粉Kiss 啾啾 但我覺得鏡頭上應該看不出來 但是今天確實有個蠻不一樣的地方 可是鏡頭應該拍不出來 就是呢 你們有沒有覺得我今天膚色比較深 其實這是一個 就是 甜蜜的錯誤 是個鋼鐵韓粉 是個鋼鐵韓 午安 泡芙大叔 這算是一個不算錯誤的錯 對 我確實是用了比較深的粉底液 好 我要來解釋一下今天為什麼會這樣子 今天很紅嗎 光線吧 光線 比較不一樣 我要解釋一下 為何我今天上了比較深的粉底液 這個呢 得從我跟李嘉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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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那個 彩結的粉底液 不是被 李嘉莉不小心用完了嗎 所以這個 這個 姊姊呢 他就要去幫妹妹買 用完的粉底液 哈囉 柏維午安 謝謝阿元的人氣星星 就是他要去幫妹妹 因為妹妹當天真的是快氣死了那 呵呵呵 然後呢 嘉莉就說 Piccanic 就是好像 那個reset彩排的那一天結束之後 我剛好要去買那個 就是 因為毒蜘蛛那套衣服不是會露出來嗎 所以我要去買比較好一點的透明的肩帶 因為我之前用比較便宜的 透明的肩帶 就是很容易就鬆掉 所以我想說 那我那天去買 那個 透明的肩帶好了 就是去那個 百貨公司買這樣子 然後 嘉莉就說 那你可以陪我一起 一起去飯 但剛好有什麼週年慶 我也可以 看看有沒有什麼好貨 就是週年慶 之類 然後我們那天呢 就是一起去了 百貨公司逛逛 然後 買了一瓶 是什麼 可以這個粉底液你知道嗎 我本身沒有用過 還沒有用過專櫃的粉底液 就是我平常 需要花這個價錢去買這個粉底液嗎 他說 我跟你說 真的你用過這個就回不去了 他說這個真的超級好用 你一定要試試看 然後我就說真的有差 他就說 對 因為我說 因為我說 我覺得開架的就已經蠻好用的了 我說 我覺得開架就蠻好用 他就說 沒有沒有沒有 是因為你還沒用過更好用的 被詐騙形象 有一點被嘉莉推坑 謝謝玉安的楓宴 就推銷 所以呢 我就想說 那我真的也蠻想試試看 因為 但是因為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所以我就 覺得我 沒用過 我不想花這麼貴的價錢 當下就買一個這麼貴的粉底液 如果不適合怎麼辦 但他真的說 這個就是大家都說好用 然後 柴杰也覺得好用 什麼 某某也覺得好用 他自己本人也覺得真的有差 然後 他就說 那我幫你跟那個 專櫃的那個 櫃姐 要要看試用包 然後你帶回去試試看 他說 你一定要試試看 真的很好用 如果真的好用 你再來買 這樣 然後就說 好啊好啊 然後 他就幫我問那個 專櫃小姐說 你們 請問你們有那個粉底液的 因為我皮膚比較白 然後 專櫃小姐說 可是我們可能沒有 就是 這麼 因為他看了一下我的膚色 他說 可能沒有這麼白的 那個 但是我可以拿給你試試看 然後他就拿給我一個 應該是他們 試用包裡面 最白的了 但是 這明顯就是跟我膚色不一樣 但我今天還是試用了他 我就是 硬要試用 我想說 沒關係 應該沒有到很黑吧 但是明顯就是 我要擠出來的時候 就發現 跟我膚色明顯不 不 就是 比較深一點點 當然還是硬用了 有比較黑嗎 應該也沒有到109的辣妹 這麼黑吧 所以 我覺得還算 我自己照鏡子 覺得還算可接受範圍內 會不會我出去 就是 在陽光的照射下 自然光的照射下 就是很可怕 誒 不會吧 我今天晚上還要出門去練習呢 應該不會黑到不很賤人吧 會不會我一走出家門就發現 天啊 怎麼大家都在看我的臉 因為太黑了 變得很健康 我自己看鏡子是沒有到很黑 是比平常黑一點點 但沒有到 整個好像 那種109的感覺 現在看起來蠻自然的 所以我就試用了這個試用包 我來 實測一下 在我晚上練完舞 流過汗之後 一整天下來 這個底妝還貼不貼 還是很白 但我覺得好像真的有差 因為我平常上妝的時候 我用開架的粉底液 就是很容易 這邊會比較乾一點點 我好像 我自己上妝的時候的那一刻 真的有覺得好像有差 就是這個真的比較 呃 怎麼說 很好的融入肌膚嗎 就是我覺得它跟我的皮膚很 貼合 我不知道是什麼迷思 還是怎樣 如果我今天不知道它是一個妝哥的話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這樣想 但是我真的覺得上上去有差 我自己看 不知道是不是一個迷思 但我覺得用起來還蠻 真的有 值得那個價錢的感覺 不知道 我還要等今天 一整天下來試試看 說不定我之後真的就是 被加力推坑 從此回不去開架粉底 所以我覺得開架也是蠻好用的 我現在就是也是用開架用的很開心 然後也用了好幾罐的開架 我現在開架是用這個 這沒有業配喔 這是我 就是目前就蠻好用的 是這個Loreal 它好像500塊就有了 我覺得蠻好用的 就算開架裡面很推薦的 這個 如果有各位女孩們 想試試開架的話 我覺得這個蠻好用的 它是被說很像專櫃的開架 就是它的質感嗎 我覺得還蠻好用 我這個是第二瓶 第二瓶 這個蠻好用 好好 現在是開始踏入專櫃底妝的坑 不知道 還沒有掉進去 但是正在嘗試當中 開架可以買三支 這個好像一瓶 一瓶要一千多吧 然後週年慶好像比較便宜 這樣 李家四位樹齊條 就是謝謝佳麗帶我 帶我進入這個新的世界 會不會專櫃那色號用一用 你膚色就變得 沒有專櫃這個 其實有很多色號可以選 我那天陪它去挑 它櫃上很多 就是從很深到很白都有 這是一個新的世界 試試看 大世界 等我真的覺得 有很驚人的發現的話 我再跟大家分享 等我換專櫃底妝那一天 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以後可能握手會的時候 就可以很靜的看我的皮膚 是不是真的很漂亮 哈囉 謝謝 阿華的玫瑰 謝謝阿華 歡迎入坑 但我只要開架的 也有很多好貨 真的 我平常都是用 就是 幾乎化妝品都是用開架的 開架也有很多好貨 我本人有用的專櫃的 我為一個專櫃的話 我唯一一個的專櫃的話 我好像放在我包包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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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還他耶真是不好意思 他說算了沒關係 期待合照會 不知道我覺得今天底妝好像很不錯 只是黑了一點 如果真的真的換了 我再跟大家分享 大家應該是看不出來啦 但是女生自己化妝的話應該會很有感 因為底妝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雖然看似簡單 但其實我覺得所有化妝裡面 底妝是最需要學問的一個東西 因為他是就是 跟天氣啊什麼都有關 然後忍樂啊還有你的膚質啊 然後你底妝又要看起來很無瑕 就是看不到瑕疵 但是又要很薄透 不能看起來妝感很厚 然後又要撐一整天不能掉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麻煩的東西 我化妝其實是底妝花最久的時間耶 很不可惜吧 看似簡單但其實最麻煩 直男看不出來 因為你的臉會有流汗啊出油的問題 然後你要帶著他一整天 所以我覺得是個非常需要 好好學習的一個化妝技巧 Mina怎麼說他拍一拍就結束了 謝謝博文送我了 大家嘗試不同的領域 但也跟平常的你比 沒黑多少,而且後面自然光看不出來 我覺得我自己看鏡子是覺得沒有到差很多啦 就是沒有到黑很多 但是確實擠出來跟我的膚色有差 就是這顏色確實是比較深一點 但還行 今天練習會遇到佳麗 我就可以跟他說 我今天是用你給我幫我要到的試用包喔 李佳麗真的是那天很激動的推薦我 他講到都破音了 他說你一定要試試看真的好用 你用過就回不去了 然後說什麼他真的可以持妝一整天 然後真的很貼合你的皮膚 然後真的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我就有點你知道心有點癢癢 就是被牽著走 李佳麗好像很適合去推薦化妝品 然後我就是那個腦波很弱的受害者 不能說受害者 消費者消費者 超級底德力 我就是一個腦波弱的受害者 我真的是很容易被人家帶著走耶 但我還是相信就是一分錢一分貨啦 我還是相信這件事 因為我從小爸爸就跟我這樣說 謝謝楊柏雲的LOVE 就我覺得便宜的東西也要好貨 就是可能CP值很高 雖然他便宜但是也蠻好用的這樣子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用過專櫃的口紅是真的覺得 真的有差嗎 就是不管顏色或是持久度什麼的 但專櫃也是有雷的東西啊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拿一個比較好 就是看你自己的運算選擇 就有些東西我會用 可能開架有些就專櫃這樣 就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我一定要用專櫃啊 或是我就是不用專櫃我一定要用開架 就是沒有 看看什麼東西好用就用什麼 專櫃也很多雷的東西啊 所以就還是要看 腦波弱化丹當 謝謝Aquila的骷髏糖果 昨天跟上周公演的照片 你買了那個299的紫色袋子了 299的紫色袋子 哪一個啊 你說我之前跟你們說想買的那個嗎 謝謝志宏送的啾啾你哦 哪一個 我之前傳給你們那個嗎 對哦那不是我買的 那你送給我的哦 超開心的謝謝 好好使用它哦 品還會買屈臣式開架嗎 會啊我很多幾乎大部分的化妝品都是開架的 謝謝邦威的骷髏糖果哦 謝謝邦威 手腳好快 大家寫給我的信還有送給我的東西 我都有好好的閱讀跟好好的使用哦 謝謝柏威的掌聲鼓勵 心粉來報導 哈囉賴君彥你好 賴君彥你好 禮物可以曝光嗎 你說在直播間嗎 哈囉洛克你好 好 修則你好 總之呢今天是個妝感不一樣品 美嗎美嗎 謝謝玉安送我楓葉 品還你我的 妝很紅嗎 可能今天陽光之類的 還有可能我今天畫的比較紅 當然覺得我今天眼妝算淡了 沒有塗睫毛膏 但特別拿出來有點邊緣的範圍 可能比較沒辦法在直播間拿出來 不好意思 因為怕會有很多麻煩的問題出現 所以就可能比較不適合在直播間拿出來 但平常的話我都要好好的使用 然後大家送給我的東西 還有卡片 大家寫給我的卡片 我都要好好的收起來 真的 我有沾門一個櫃子 在放那個信的 然後有時候就 沒什麼 就是沒動力的時候 我就會拿出來全部重新看一次 哈囉 瑞塞公園一直咬品寒的扇子 謝謝你唷 然後也會好好使用 當然囉 我的很實用 很謝謝大家 對品寒的愛 收信的有個 我收信的是專門放在一個櫃子裡面 我基隆有一個收信的地方 然後現在這個台北的家 也有一個專門收信的地方 我基隆的那個信的那個收信的櫃子 已經塞的滿滿滿 放不下了 你知道嗎 而且我之前是一直把它放在塑膠袋裡 但我後來發現這樣很容易潮濕什麼的 然後會有灰塵 所以我後來 四格的抽屜櫃子 就是 你剛剛有跟哪位成本 還沒用耶 還有專門收發票 謝謝阿皮拉的掌聲鼓勵 謝謝媽媽 因為有時候不是生日會都會收到很多 大家給的禮物嗎 然後就是 我之前都是會放在大家原本給的那個 有時候你們會給很漂亮的紙袋 然後就是 Sono Mama 直接裝在紙袋裡面 然後放在我家的地上 但是 因為我跟姊姊以前 基隆的家是睡同一個房間 然後她就嫌說 你地板上不要擺這麼多東西很亂 而且會有灰塵什麼的 所以後來媽媽就特地買了一個櫃子給我裝禮物 看久了 你真的蠻像我國中同學 哈囉 該不會真的是你國中同學吧 我國中好像沒有同學叫這個名字 探探品痕嗎 品痕想到合照會要怎麼穿了嗎 還沒耶 還沒想到合照會怎麼穿耶 還在思考 還沒想到 大家覺得我合照會可以穿什麼風格 小男孩風 可愛風 大學姊 不知道還沒想到耶 你像我高中老師 哈囉小白 你幾歲我幾歲 你有在尊重我嗎小白 哈囉 我猜 我都沒說你像我 你像我 高中老師了呢 好像沒什麼殺傷力怎麼辦 我講話怎麼沒有殺傷力啊 哈囉黑流星你好 大合照會我應該會準備那個喵喵的那個吧 喵喵的 因為不是有那個喵喵challenge嗎 大家還記得吧 我是不會忘記的喔 大家要記得跟我拍 喵喵pose 而且還要嘟嘴喔 嘟嘴是重點喔 你們要跟我一起喵 然後還要擺這個喔 我不會忘記喔 我沒有忘記喔 我很期待大家比這個喵喵耶 然後要一起嘟嘴 謝謝 普悅竹耳上的應用口罩 那是什麼聽不懂 像高中老師是以前一個廣告哥 那我就太年輕啊 聽不懂這個哏啊小白 我們猜了 你可以當我爸爸了吧小白 還是沒有 應該不到 當我哥哥 哥哥的年紀 那也是差蠻多歲的耶 哈囉 花花你好 大拇指要長起來喔 再跟大家教學一次 喵喵的pose 大拇指不能出來 要長進去 這樣才會像喵喵 過來叫我爹 你為什麼會記得喔 我是不會忘記的 哈囉燈火 合照有三張 期待你的喵喵 pose喔 我好期待大家喔 要長進去 有 哈囉 謝謝環環送我love 你有兩張 提待 欸 合照會是11月14號 我沒記錯吧 還是那是運動會 11月 十次嗎 剛好像決鬥演繹的時刻到了 11月28 喔 11月28 14是運動會是不是 喔 11月28 等一下不要忘記了唷 那時候應該變比較冷一點了吧 因為現在天氣有點微妙 明明已經要11月 但還是可以穿短袖 興奮的我沒錢參加檸檬活動 沒關係 我們之後還會有很多機會可以參加活動 慢慢存錢慢慢存錢 先運動會再合照會 14是運動會 謝謝柏惟的love 冷起來也好 那時候應該可以穿長袖了吧 我剛剛看了一個 我蠻喜歡的日本youtuber在介紹他的秋冬服裝 就好好看喔 然後就去他訂的那個衣服的官網看 但是我不知道海外要怎麼訂 我真的是現在就是 每次覺得日本的衣服很好看 然後他們都會有官網 但是我都不知道海外到底要怎麼訂購 期待草組奪冠 我會加油的 我跟你們說我很會跑大堆接力喔 雖然不知道這次會有怎麼樣的運動項目 但是我很期待 我覺得我還算運動還行 就是中等偏上吧 感知品還超厲害 謝謝君彥 哈囉跟我童年的 去上班 志宏掰掰 你們知道有個日本youtuber叫Saya嗎 很可愛的一個youtuber 他是做一些美妝比較偏女 女子力 取向的一個youtuber 叫做Saya 很可愛 他長超可愛 然後也是小小瘦瘦的 小小隻的 我幫你訂 我就 因為他上面有寫一個 好像海外訂購案這邊 然後我點進去 它是另一個網站 好像是專門可以 代購一些日本 官網的東西 可是我看不懂要怎麼用 草組輕鬆完就好不要受傷 謝謝虎月主委的幸運四葉草 還需要研究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比較適合日本日系一點的衣服嗎 就是我本人的風格還有我喜歡的風格 就是 還是比較偏向喜歡日本品牌的衣服 我不知道 我比較喜歡那些設計什麼 所以就一直很想要買買看那個日本官網的東西 可是一直不知道海外要怎麼訂購 謝謝阿倫的骷髏糖果 謝謝虎月主委的幸運四葉草 日系可愛可愛 謝謝虎月主委的幸運四葉草 謝謝虎月主委的幸運四葉草 覺得台灣很可惜就是日本的服飾店感覺沒有這麼多 雖然還是有啦 但是在台灣買比較貴一點點 然後有沒有像就是 就是那幾間嘛 你們也知道台灣的日牌 所以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 我很喜歡那些衣服的說 因為我平常會去逛一些什麼H&M阿 然後 Brushka Paul&Bear 但是我覺得還是 就他們的衣服設計還是比較偏向歐美一點嘛 就還是比較歐美一點 就很喜歡日系品牌的衣服 但台灣比較少 平安衣服上是寫北海盜 對阿 北海盜 可惜可惜 我都路牌路不願貪牌 台灣美韓風 台灣歐美的比較多吧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也沒有不好看 就我也會去那邊買衣服 什麼ZARA還全那樣 我覺得也是蠻好看的 但就是 還是蠻喜歡 比較日系可愛一點的設計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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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寒去格格吃的辣麵好吃嗎? 不好吃,超辣的 日本比較多小吃的了 那個辣麵超辣的耶 我跟你們說,我昨天也是被一個辣雷到 就我昨天,我不是說我想 欸,我有跟你們說我想吃麵線嗎? 沒有 反正就我昨天想吃麵線 謝謝淮淮的花枝精脆 就我昨天想吃麵線 所以我中午就點了那個麵線的外送 然後我就點了小辣 因為我 我點了什麼大腸麵線 但是呢,因為我本身不太 不太 敢吃一些內臟類的東西 就麵線裡的大腸勉強還可以接受 如果它沒有奇怪的腥味的話 但是因為 通常這種東西還是有一點腥味 所以我想說那我點小辣好了 就是有一點辣 辣的味道可能會蓋過那個 大腸的那個腥味嗎 所以我想說小辣應該還好 因為我算是還可以 小辣可以接受 一點點辣那種可以接受 的人 就是 不是完全不吃辣的那種 所以我選項就勾了小辣 它有不辣 小辣跟中辣 大辣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小辣應該還好吧 就是一點點那種 然後點了小辣 結果我昨天廁所超辣 我再也不相信小辣了 什麼小辣 那個是大辣吧 超辣 我吃到流鼻涕 謝謝Alpha的骷髏糖果 我真的再也不相信小辣了 然後我昨天晚餐也是吃了一個麵店 然後我點了那個麻辣臭豆腐小辣 然後那個小辣也是超辣的耶 騙人 小辣都騙人 我真的是再也不相信小辣了 我以後都要點補辣 吃到流鼻涕 沒有微辣 它只有小辣 超級辣 什麼何止小辣 是大辣吧 果然我還會再多多練習 但我覺得我吃辣有進步 麻辣臭豆腐 可是平安吃那紅通通的麵好像不會辣 我覺得那不到不是不算 算辣 但是不是到那種 嗆到辣到不行那種 我覺得那是有點苦苦 因為它是辣椒粉 然後加那麼多灌下去已經不是辣了 我覺得已經變成有點像中藥苦苦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很多粉 所以我覺得是有點苦苦澀澀 辣辣的感覺 有點噁心的 我也知道嗎 多吃幾次就行 粉絲就跟小辣一樣 因為你不是辣妹才會覺得辣 對我不是辣妹 我確實不是 我得承認我好像不是辣妹型 要我變辣妹嗎 也是可以啦 我也是可以變辣妹 你們吃樂場應該很少炒辣吧 我覺得我們蠻多成人吃蠻辣的耶 很多成人 Mina也吃很辣 Siya也吃很辣 然後 瑞婷 瑞婷意外的也是吃辣的孩子 但是他看起來像是不吃辣的孩子 但是他吃的比我還辣 他是個吃辣的孩子 他明明是天使臉 但是卻吃辣 然後我明明天使臉 但是不吃辣 好辣 毒蜘蛛蠻辣的 品寒變辣妹會迷倒太多了 我也是可以性感的好不好 毒蜘蛛看完就知道我也是可以性感 怎麼樣性感 性感品寒 接受嗎 還是大家會崩潰 這一定有次吃自主 馬馬鍋 辣到QQ 品寒很性感 我也是可以很性感的 只是比較少出現這一面而已 可能等我再長大一點 23歲之類的 跟品寒一樣20歲 可是 也一樣怕辣嗎 當我在訓練自己吃辣 我覺得我會比之前的進步一些些 呵呵 有時候話不說太滿是可愛的 謝謝柏惟的love 沒有 我還沒22歲 我是要21歲而已 還沒22歲 不要亂說 我是要21歲而已 還沒有22 為什麼是23歲 覺得自己性感跟可愛 我覺得我比較擅長可愛 但是我覺得好像可以漸漸的性感一下下 只吃小辣 所以你才喜歡品寒啊 因為你只吃小辣 品寒小辣啦 我不是大辣 我是小辣 老妹了 真的是老妹耶 可惡 沒辦法反駁 沒辦法反駁 你不是很爛嗎 21歲啦 我要21歲 還沒有要22歲 新衣服最近以前嗎 有穿的 Lit Lisa Lit Lisa嗎 好 我去看看 蠻喜歡吃辣 就愛老妹 我覺得20歲真的開始漸漸變成老妹的感覺 真的有感 就是體力上啊 還有想法上啊 真的比較就是20歲 想法比較成熟 然後我覺得臉也有變20幾歲的樣子 比起10幾歲的 校女我覺得臉型真的有變 好像比較沒有嬰兒肥 大家有發現嗎 我以前10幾歲的時候還有一點 一單的時候還有一點嬰兒肥 但好像到20歲之後 嬰兒肥比較消失 20歲剛好 謝謝AHA的掌聲鼓勵 今年滿21歲平還有什麼願望呢 我還沒想到耶 我想說等我生日要許願的時候再想 我現在還沒有想到 我就跟大家一樣是一個普通人 就是被當被問到 你以後有什麼夢想啊 有什麼目標啊 你的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麼 就是我跟一般人一樣都是那種 不知道耶還沒想到耶 但是我總覺得好像 走著走著自己都會走出一條路來 好像也不用過度擔心喔 就是不是很多大學生要畢業了 都會不知道未來到底要幹嘛 然後漫無目的 不知道自己到底適合什麼 或喜歡什麼 或是未來要幹嘛 但好像不知不覺走著走著 就會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明天就ocl 縫眼也沒有那麼晚啦 最近有比較早睡 品寒變瓜子臉 才延伸牲臉超肥 佛系生存法 生日要受食用的 不太能曝光的東西 是什麼啊 好期待哦 期待我的生日到來 我今年的生日願望 現在我可以矯正牙齒吧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會不會在我今年生日前去矯正牙齒 但是我最近 確實有想 蠻想要去 有在 尋找一些牙齦嗎 不知道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正式的去矯正 但矯正真的好貴哦 可能要去先諮詢一下那個價錢 再來評估一下下 我是比方啦 因為不太能曝光 原來如此 金佑 我愛爛爛的牙齒 可是我喜歡整整齊齊的牙齒 我也想要整齊健康的牙齒 要厚比三家 我有去問一些 是有嘴角朋友 或是切換的朋友 因為切換之前 也有矯正過牙齒 然後 我就問問他有沒有 朋友推薦 或是朋友去過 覺得不錯 因為他蠻多朋友 還有學姐也有在矯正牙齒 然後他就幫我問到一個 就是 他的學姐啊 或是誰朋友 有去過的牙醫的名單 所以我還在尋找看看 品牙齒齒 我想把虎牙矯正一下 還有我的門牙不在中線上 但我覺得我現在矯正其實算 算蠻晚的對不對 因為通常如果要矯正的話 十幾歲差不多 移動的比較快 好像二十幾歲算比較偏晚了 矯正牙齒的話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矯正 就趕快吧 不然越慢矯正 就要等越久啊 虎牙很可愛 我其實內心也很緊張 因為不知道自己 到底矯正牙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他也很大 很害怕什麼 把牙什麼的 但是我還是 想要自己有整齊的牙齒 所以還是 就是 感覺可以為了 那個 牙齒變好看 什麼 就算很痛的話 也沒關係 我願意 然後 我覺得我內心算是 抱持一個很 就是 算是一個 我蠻大的夢想嗎 矯正牙齒這件事 就是 對我來說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畢竟他花不少錢 而且牙齒又是一個 嗯 一輩子的走行 所以 對我來說 真的算是一個蠻 重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 我自己內心也是很忐忑 不安很緊張 怎麼樣 大家覺得怎麼樣 大家可以給我一些意見嗎 你們 你們願意支持我矯正牙齒嗎 如果我要矯正的話 偷看品寒的虎牙齒 當然覺得我應該還真的會去矯正 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就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去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還是要評估一下價錢 所以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去 說不定畢業前都不會去 也說不定 不知道 但我最近是真的蠻想 就是最近想要的那個感覺 蠻多的 花了兩萬塊 裝一顆牙頭 這樣比較可愛嗎 清清自己牙齒不差 我覺得牙齒也沒有到很 超亂那種 但就是這個虎牙 想矯正一下 我蠻喜歡自己牙齒大大顆的 這是我蠻開心的一人 所以我喜歡牙齒大顆 喜歡就要勇敢去 相信科技的力量 不管怎麼選擇都支持你 天帶就很可愛了 我覺得如果戴了牙套會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這也是踏入一個新領域 雖然可能戴了之後就覺得 沒什麼啊 就是個牙套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 重大的事情 而且我也會很期待自己 矯正完到底長什麼樣子 就是 在矯正的可能一兩年之內 都會很期待 我自己 矯正完會變 牙齒會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很期待 把牙套拔下來的那一刻 謝謝我就爛的人氣欣欣 大家有認識的影視美牙醫嗎 或是朋友之類的 我想多方搜尋一些資訊 還是小白你有認識什麼牙醫之類的嗎 影視美 因為醫生不知道會不會認識 我想收集一些奪方資訊 畢竟我也不是很了解這方面的東西 牙齒一身都有用 是很重大的事情 再累積一段時間想要的想法 自然就會出 完全 戴了又要更瘦了 你牙齒很好 認識的牙醫評價都不好 因為我有上網看一些 然後有從那邊 朋友那邊 聽到一些牙醫 想說可以 當然覺得要找 感覺要找比較方便 去的比較好 不然就很遠的話 就會很不想去那個牙醫 畢竟腳症牙齒是常常要跑牙醫的嘛 所以感覺 方便一點的地方 比較好 問安妮 不過她 有欸有問我們成員 因為我們成員裡面有 蠻多在用影視美的成員 但影視美好像基本都是十幾起跳 十五起跳嗎 要看你的牙齒狀況 要看你的牙齒狀況 去到牙醫整首粉絲要在門外幫你喊加油嗎 可以的話 我還是蠻害怕拔牙的 我就是離拔牙的那個年代很久 以前拔牙都是在換牙的時候 就是小學幼稚園的時候 所以已經很久沒有那個感覺 拔牙的感覺 他腦中的那個記憶有點 微弱 但我覺得我還是有 就是拔牙的那個感覺很奇妙吧 我的印象中的拔牙的感覺就是 那個雖然他會打麻藥 所以其實不太會痛 但就是你會感受到牙醫拿一個鉗子在那邊轉 就是晃動的感覺 很奇妙的感覺吧 我的印象中 拔牙是一個很微妙的感覺 不知道怎麼說欸 就是麻藥下去是不會痛啊 但就是他在那個用鉗子在挖你的牙齒的那個感覺 真的是很奇妙 我現在想起來就叫起雞皮疙瘩 好噁心喔 謝謝艾拉的花枝精髓 不知道欸 如果真的有踏上這條路的話 品寒牙套生活紀錄 我在跟大家說 如果有帶了的話 應該會跟大家分享 謝謝艾拉的看好你喔 就是知道有東西但是沒有感覺 等等要準備上課 火舞月主委上課加油 好 好簡單喔 他找到對的牙醫很重要 知道跟自己合得來的牙醫嗎 我遇過牙麻藥打不夠然後就太痛了吧 好可怕欸 洗牙比較可怕 那個聲音聽起來很不舒服 那個狗狗狗的聲音嗎 很可怕欸 我也覺得洗牙那個聲音很可怕 我都長大之後比較害怕看牙醫 小時候很不怕 小時候很常看牙醫 吃太多糖果 所以小時候 不太怕看牙醫 但長大超級害怕 洗完牙 對洗完牙會很空虛 你會感覺到你的牙縫中間有空隙 洗完牙會澀澀 很想用舌頭去 欸我洗完牙的時候 都會一直用我的舌頭去舔我的牙齒 因為那邊感覺中間有縫的感覺 哈囉小周你好 本來就要有空隙也是啦 都會很不習慣啊 提醒大家半年要洗一次牙齒喔 健康症倒小幫手 他只要脫乳講 脫乳講完 好可怕喔怎麼辦 害怕看牙醫 如果我哪一天要去把我的那個乳牙拔掉的話 我最好在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 我會發現動說 我現在要拔牙了 請大家幫我加油 然後就會抱著我的手機 想像著大家在幫我加油 然後給醫生拔牙 你帶豆芽桑跟你去看 品寒金跟眼妝好看 謝謝 謝謝 自止 加油加油 我會發現董哥 他說我現在要開始拔牙了 被你這樣提醒要去洗牙 我會幫你加油的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些力量 抱著手機 不是抱著小貝貝 會幫醫生加油 我覺得牙醫也是一個非常 需要 非常 怎麼說 專業的東西 因為牙齒的那個神經很多 我就覺得牙齒真的是 這個痛 因為平常不太會痛 但是痛起來又超級痛的 大家有瞭解我在說什麼嗎 就是你平常都不太會弄到 或是不會痛的地方 突然痛你就會覺得很敏感 就會覺得天啊好痛啊這樣子 但是可能平常你這個手 就是常常去撞到弄到 平常就有在痛了 這樣痛就沒 就是不會那麼痛的感覺 大家有理解我在說什麼嗎 但是牙齒就是因為平常 不太會弄到跟接觸到的東西 所以他一旦痛的話 你就會覺得天啊天崩地裂 好痛啊 有種嗎 是這樣解釋嗎 因為牙醫是你的粉絲特別用 懂 習慣跟沒習慣的差別 對 牙痛堪比生理痛 很容易受傷習慣 痛到要做根本 好可怕喔 大家要好好保健牙齒 牙齒痛起來喔 可怕 牙齒很重要呢 應該說身體各個部位都很重要 大家都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不只是牙齒而已 各方面都是 他不會用牙線 平常比較常用牙刷耶 只是吃完東西用牙刷比較多 醫生是不會說要給你智齒長出來 智齒是每個人都會長嗎 還是不一定啊 有的人會長 有的人不會 智齒是每個人一定會長嗎 看完牙齒牙齒的會宣導用牙線 不一定 不一定 通常都會長 下牌智齒不好拔 大部分都會長 所以要先拔掉才可以矯正囉 啊 不要 不要 我想到就覺得好痛喔 拔智齒 通常都會長 通常都會長 智齒只有一顆了 然後他漏了一個小桶 只完成被一次拔四顆 小時候拔過兩顆 因為我之前看 不知道哪個成員去拔智齒 然後腫超大的 我 痛一下下而已 看到我害怕的眼神了嗎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好 指紋拔三顆結構錄節目點超準 Mina拔智齒 就可以突然變成Mina 一個月內拔四顆 好可怕 好可怕 我拔的有留下來可以送嗎 結晶也是拔了很腫 蛤 不想 不要長智齒 那為什麼智齒一定要拔掉 不能留著嗎 為什麼智齒不能留著 他也是牙齒啊 他也是身體的一部分啊 為什麼他不能留著 醫生都說你會痛可以舉手 你舉手 醫生又不理你 真的是這樣耶 可以留但是不好清理 因為太後面不好清 喔 是因為太後面 他是在最深處的那個 是不是 是 沒拍可以不用拔 他的清潔比較難清到 要看長的情況 喔 大家不要下皮 我是認真會害怕 我長到之後很怕痛 沒有影響到生活可以不用拔 原來如此 通常智齒幾歲會長出來 不一定 不一定幾歲會長 是不是 真的要是現場加油 切斜變成新鮮檸檬的水潤瓶 可以做平安智齒長的跟平安營養症 每個人不一定 不不不不 有人一聲智齒可能都不會出來 大學兩三年開始 隔來如此 要看命運來決定智齒會不會長 好可怕 希望我可以順利矯正牙齒 好害怕 我真的是既害怕又緊張又期待 突然不想長智齒 謝謝阿華送我love 上下有一邊是水瓶智齒 通常上下都會 好可怕 緊張害怕又期待 緊張害怕又期待 害怕 挺寒害怕了 現在先禱告長好一點 想著可以變更漂亮就有動力 好像是耶 可以變漂亮的話什麼都可以 之前看牙醫拍S光 結果醫生問我他們可不可以用 是你的牙齒長得很好的意思嗎 牙齒正爆 牙齒正爆 哈囉口可你好正爆 正藥正藥 楊潔是要牙齒 可惡 在平安面前說正爆 原來楊潔 原來楊潔的正牙醫 我認真 那還真的是正 正到不行 我覺得我唯一一個可以讓別人拿去 就是當作範本的應該是頭髮吧 因為我頭髮很真的超順的 每次只要摸過我頭髮的髮型師 造型師都說 嗯你頭髮保養得很好 就是很柔順這樣 就是沒有破壞過頭髮 沒摸過不知道 沒摸過不知道 鼻子也可以嗎 你說整型醫師嗎 拿我的鼻子去 希望別人可以整這個鼻子 是不是 我們無法接受 想摸 我頭髮真的很順 你看 我的手會摸頭髮 會不會被促進 會 跟你們說 會 你們只能在這裡摸了 來 請摸 而且我頭髮很香 因為有抹一些髮油護髮 超香的 握手會用頭髮甩我 直撥摸 籌備麻尾甩 謝謝今夜的少走女巫 竹竹要跟小可愛聯播 小可愛是我嗎 哪裡 怎麼沒看到 可以聯播嗎 我們可以聯播嗎 不知道耶 狂掉 去品寒弄頭髮的地方打工 就能解到品寒頭髮嗎 可是你不知道我去哪裡弄頭髮呀 我沒被促進 我沒被促進 你好 謝謝卡木瑩的人氣星星 說可以就好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耶 是可以的嗎 等我先確認好這件事情 我再來玩玩看這個 這個東西 是可以 但竹竹很醜 竹竹跟很多人聯播過 下次有機會 再來試試看 但竹竹的話先不要 竹竹跟狗狗也聯播 竹竹跟狗狗也聯播 拜託不要唱歌 是可以聯播嗎 聯播是什麼東西 加倍償 謝謝阿華的玫瑰 可是 聯播的時數怎麼辦 竹竹竹會怎麼叫你 平寶還是好 他叫我小可愛耶 他會叫我小可愛 他會叫我小可愛 台語直播嗎 講台記 會照地算 好 那我今天 宣布聯播 下次有機會 再來試試看 小可愛嗎 他都叫我小可愛 小可愛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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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前輩好 前輩好 現在是小可愛 小可愛早安 已經很熟了有沒有 好可愛喔 現在連晨晨啊 庭莉啊 都會叫我小可愛 庭莉好像還好 庭莉還是會叫前輩 那個竹竹叫小可愛 晨晨也叫小可愛 然後又有小可愛 好可愛 小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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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骨 塵塵被帶壞 我想說塵塵才可愛吧 你才是小可愛 謝謝朱里恩送我封印 突然發現我頭髮長好長 明明就不只小可愛 麵線品好像比較喜歡哪種料 我喜歡裡面有丸子的 還有大腸 然後要加很多醋 因為我愛吃醋 我愛吃醋 大家知道我愛吃醋 哈囉 婷莉早安 午安啦 哈囉婷莉 午安 要剪頭髮 好像差不多可以剪 謝謝婷莉的骷髏糖果 我 婷莉怎麼有空來看我直播啊 而且我直播的時候超廢的耶 天啊我要坐鎮 後輩來了我要坐鎮 大醋頭 我很愛吃醋 大家要小心不可以讓我吃醋 一秒作證 要有好榜樣 好榜樣 沒吃過加丸 我在基隆我家附近吃的麵線都有加丸子耶 奇魚丸麵線 超好吃的 愛吃醋就多吃點 嗨 晚 晚安 笑死 來不及了 我剛剛還躺得很爽 阿力以後多來 以後我 覺得後輩都有來我躺 直播這樣的話 都會坐很正 然後要有好榜樣 謝謝 空葉的掌聲鼓勵 謝謝空葉 謝謝阿華的眼睛驗障重 肉跟麵線 我好像比較少吃到肉跟麵線耶 奇魚麵線超好吃 而且一定要加醋 真的要加醋 而且還要加黑醋 不能加白醋 我比較喜歡吃黑色的醋 黑醋加麵線 白醋的話是加沙茶醬 吃火鍋的話會加白醋 然後麵線的話會加黑醋 吃火兩張行李會吃醋嗎 還不吃爆醋 還不吃爆醋 駝背慢慢變嚴重 駝背楊潔 楊潔指證駝背了 sorry sorry 對我要坐鎮 大家說的是 人長這麼正對不對 怎麼可以不坐鎮呢 你們說的都對都對 醋顏色正確 小韓心要吃香蕉嗎 烏醋加進去口味一點 品寒症 我最近是不是垃圾話變多啦 我是不是垃圾話變多了 抱歉 我就是很喜歡講一些垃圾話 就是因為畢竟生活是需要多一些樂趣的 所以太正經在過生活的話就不好玩了 所以我們就是需要一些語言 一些垃圾話來豐富一下我們的生活 這樣才會變得多彩多姿 有趣幽默 謝神碎碎虎送我掌聲鼓勵 平立有對星星打招呼 要去握一下 可以啊 支持我們團的其他成員也是好事嘛 只是不可以不支持品寒了 小白 你要握30張品寒以上 以上喔 不然我會吃飽醋喔小白 一直都是吧 切晃糟糕 還有糟糕話 沒有糟糕話我不會講 我不太講糟糕話 我只講垃圾話 但是切晃之後多抱好嗎 我覺得我本身就是一個蠻 幽默的人嗎 以前小時候就蠻幽默的 就是在家裡會跟我爸爸 在那邊講垃圾話 因為我爸爸還是很會講垃圾話的 所以我從小就是 可以跟爸爸在那邊熱圾話 對 還算幽默 只是以前比較沒有放開來 給大家看這一面的我 瞧不起我 30張 我說以上啊 我說30張以上 還是300張以上 要這樣是不是 我瞧得起你喔小白 300張以上 會太瞧得起嗎 要糕話 等你 等你來喔小白 等大家啦 好不好 沒得怕的 等大家 謝謝順順虎送我楓葉 停令是不是走了 那我繼續躺 停令如果我不在直播這樣 那我繼續躺 好廢喔我 不行 我怎麼可以這樣 好 現在他的手 3000張以上 這次沒那麼多 少把30張以上 若是我畫成 合照會有重品寒 期待你給我合照 停令說在 那我要趕快坐 走了可以耍廢 到底在不在啦 好 上次握到土 輕鬆一點 好啦大家輕鬆的來跟我們握手 還是希望大家來我們的活動 不要有壓力好不好 最主要是要開心嘛 得到力量 然後開心是最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來 活動啊或是買什麼東西都不要有壓力 大家要做自己開心的事情 圈插研究社 欸我真的覺得這個髮夾很可愛 不好意思提外話 夾一下好可愛 他走了嗎 剛剛去竹竹那邊說他要去嗎 好那我就繼續躺 這是我在日本唐吉柯德買的 聽說唐吉柯德要進入台灣了對不對 在西門町那邊 我很期待 我超喜歡逛唐吉柯德的 可是有可能感覺會變 價錢會變比較貴一點 但還是很想逛逛 就可以買到日本的東西喔 這個真的是台灣都買不到 好難過喔 而且還要網購 嘉莉說他是網路上買這個夾子 然後那個好像網路上買一個要什麼幾十塊 五十塊八十塊之類 這樣一個夾子喔 很不划算耶 裡面超多零食超棒 好好期待唐吉柯德 還很久吧 興奮到拍桌 真的超愛逛唐吉柯德 但他裡面什麼都有 很方便 但價錢應該比較貴 沒關係我願意 如果真的是有好貨的話 貴一點也沒關係 畢竟是日本來的嘛 就等於說你省了一趟飛機前去那邊買東西的意思 所以他把飛機的價錢加在那個商品裡面 我覺得他還可以接受啦 這給香髮母湯會吃很多虧 夢魅員棒 椅子的聲音好好聽喔 你們聽 你們有聽到嗎 好療癒的聲音 有聽到嗎 我好廢喔天啊 但是你們就喜歡看這樣沸沸的直播 沒有壓力的直播 有機率遇到認識的 到認識的粉絲 舊的木製搖搖眼 然後是因為你看著有機率可以的 平衡在靜好愛用卡皮特效 我超喜歡卡皮耶 超可愛 卡皮 把你們都吸進去 很喜歡看沸沸的平衡 我瀏海變好長喔 而且好厚喔 我想要去把瀏海剪薄一點 沒錯 反正我們都是一進圈裡會變重 如果我是卡比的話 我希望可以噴火 那招很強耶 噴火的 一單髮型要回來了嗎 卡卡嗎? 今天怎麼卡卡 因為我是女神 所以她卡卡 女神卡卡 請問大家願意接受我的笑話嗎? 大家是不是沒有要聽我的笑話 哈囉 謝謝阿華送我掌聲鼓鼻 突如其來的冷笑話 突然降溫 呵呵 要這麼說也對 聽 在秉函直播台就是要 冷不防的講一個笑話 大家要接受 謝謝林正東的骷髏糖果喔 謝謝艾拉 謝謝艾拉 送我看好你喔 謝謝艾拉 艾拉 我是艾拉 請問你累了嗎 有 累了 謝謝蛇王魯夫送我 好 人氣星星 謝謝小白的預言球 謝謝小白的預言球 謝謝小白 這是在幹嘛 沒有我在講笑話 謝謝索馬魯夫的骷髏糖果 但是 直播直播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就會開始有點 怪怪的 謝謝艾拉的看好你喔 品寒就是這個風格 掰掰 小白 下次見 謝謝洛克的掌聲鼓鼻 謝謝楊潔的能量化銅 謝謝小白的在電影 加油 掰掰 平凡通常直播到後半段的時候 都會變的有 一點怪怪 開始講話有點奇怪 怪人 順了之後變ㄍㄧㄧㄧㄧㄚ 六 七五品寒 很小的人要打球的 想看平凡直播 沒關係,你可以先去打球,尊嚴 之後每個禮拜都會直播 不用擔心,看不到我 每個禮拜都可以來看我的直播 謝謝楊潔的骷髏糖果喔 祝大家萬聖節快樂 早餐吃貝果,吃貝果乾了 我早餐確實吃貝果,可是我沒乾喔 我沒有乾 謝謝小王魯夫的眼睛驗動 是不是我等一下笑話太冷了 它卡住了 快樂大家 手機冷笑不好 手機很燙嗎 還好啦 要來念個排名啦 不會差不多了 就說是我太正啊 才卡住啊 女神卡卡咩 謝謝 謝謝劍谷的骷髏糖果 謝謝劍谷 好,來念排名了 由大家 開念 第十名 第十名 呱呱呱 第九 皮卡丘 皮卡丘 推虎 又足為 第八 艾拉 第七 變成新鮮檸檬 第六 阿彌 第五 魔力純心 之寶石 小孫 第四 小白第三 至紅 第二 楊潔第一 金佑 恭喜金佑 楊潔 四 紅白指定 那我抽一個 這個 四號 四號 四號是小白 恭喜 超一指定 一牛 今天只到半 對,今天只到半 最後瀏海好長喔 很舒服喔 往旁邊撥 瀏海太長了 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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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是誰 第九是 什麼虎月主委嗎 恭喜你 他好長喔 一直蓋到這邊 不舒服 上班太多人了 我給第九 好的 恭喜 虎月主委 跑照會想拍成GIF指定 拼圖副歌動作教學 來囉 開始了唷 拼圖副歌是吧 這樣子 手裡啦啦我主 然後畫一個二 一片拼圖 有懂嗎 手裡啦啦我主 一個二 一片 然後再轉一圈 出去 出去的時候 手是三 他是拼圖的副歌喔 手裡啦啦我主 一片拼 轉一圈出去 三 兔 可以嗎 這個是很簡單 拼圖真的蠻適合大家一起跳的 是一個二 然後再轉一圈 然後出去是三 這樣子 他是其實是有拍子的 就是右邊這個人先 手裡啦啦我主 然後交叉 一片拼圖 畫一個二 對這是一個二 就是這樣子的二 然後再轉一圈 出去 真的蠻適合 好 這樣一個二 然後轉一圈 出去 很簡單吧 然後 然後是什麼 手裡啦啦我主 一片拼圖 然後 弄丟的不值 就是 然後 然後 往上兩格 然後再抓下來 呵呵 小裡啦啦我主 一片拼圖 弄丟的不值 是 清純的 一母 就是先這樣 出去 打開 然後往上推兩個 然後抓一圈 再下來 弄丟的不值 是 清純的 一母 然後一樣重複 手裡啦啦我主 一片拼圖 然後 最後那個也是 兩個 分 分軸的動作 就是 這邊斜 然後這邊斜 然後 這樣子 然後像抽 衛生紙一樣 兩個換邊 然後往旁邊 再這樣 呵呵 是不是有點複雜 最後呢有 清純的 一母 手裡 撈了我主 一片拼圖 是我 最深處 的 溫度 就是兩個重疊 然後 先上下 然後再像抽 衛生紙一樣 換邊 然後 往旁邊拉兩個 打開 對 看好嗎 那我重新跳一次喔 預備 開始 手裡撈了我主 一片拼圖 濃丟的不只是 清純的一母 手裡撈了我主 一片拼圖 一片拼圖 四眼是當初 都在乎 可以嗎 可以 夠清楚 大家應該會跳吧 我覺得這個比烏猴 簡單 但他只有手的動作 不需要任何律動之類的東西 他就只是 手的動作而已 大家可以 試試看 可以 他比烏猴簡單喔 如果想試試的話 可以試試看 都有麥克風 所以是單手 對 是單手 因為有拿麥克風 謝謝楊潔的指定 我沒想過我會教你們跳這個 謝謝小蘭的幸運四葉草 還有誰要指定嗎 將 跟北極星就在公演上一起試過了 平安真的是解析是不是 舞蹈動作解析 可以 一起看整個比動作就好 待會要去吃午餐了 感覺我要吃什麼好 不知道要吃什麼 可是等一下晚餐又要出門去吃了 還是我省略午餐啦 還是我午餐吃一點點就好 好 換了之後更精神 有解析比較好挑 還有人要指定嗎 兩個人化二的動作好起來是化愛心 對很像愛心 像這樣子有沒有 就是愛心沒錯 不可以省略 吃一點點嗎 好 嘗一下要吃什麼 再一隻一點點 等等剪那段解析出來 剛剛早午餐吃蘿蔔糕跟銀絲枕 啊銀絲枕好像很好吃 銀絲枕好讚喔 吃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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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好烏好烏好好 拼出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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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合適 大家有沒有看新的那個 烏猴MV拍攝花絲 那個在我們官方Youtube上已經有上影片囉 大家記得去留言品寒好可愛 命令 品寒的小小命令 品寒 命令你們去留言品寒好可愛 好啦是真的蠻可愛的啦 我覺得蠻可愛的喔 我討抱抱 還有那個我在 我覺得我在MV鏡頭裡面看起來蠻美的耶 你們有看到那一幕嗎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那一幕的 就是要演那個土著來了 然後嚇到那一幕 我覺得還蠻美的呀 然後討抱抱很可愛 大家是不是想跟我抱抱 討抱抱 我只是跟風 我沒有真的沒有想要跟MOMO抱抱 只是跟風 我就想說 哇思雅在抱抱 那我也抱抱一下 可以留言品寒好好笑嗎 可以啊 去留言品寒可愛品寒好笑 好像有上了兩支 昨天一支今天一支 還是前天一支 昨天一支我不知道 大家兩支影片都要去留言品寒喔 是真的可愛啦 去留品寒命令我來留言 我沒有 我沒有命令 直接把品寒扛走 留言品寒命令我們留言品寒好可愛 不行不行 我沒有命令你們 你們只能留品寒好可愛 不能說我叫你們去留 我才不是這種人 我才不是這種人呢 是不是 我才不是這樣 品寒是誰 好啦那我今天直播差不多要結束了唷 謝謝大家今天也來陪我度過我的中午的時光 那我要先去睡一下 沒有啦 我要去點我的午餐了啦 大家掰掰 辛苦了 我們下週見喔 品漢是跳起雞的那位嗎 那位叫邱品漢啦 Miss邱品漢 嗨 辛苦大家了 拜拜 拜拜 午安 下週見 拜拜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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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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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5